北宋年间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发生一起轰动朝野的事件 李定因为拥护变法和改革受到皇帝赏识被破格提拔 然而保守派抓住其对外隐瞒母亲去世消息 大逆不道的罪名进行十多次弹劾 最终迫使他被贬官地方一语而终 和李定一样悲惨的是唐朝诗人李贺 他七岁便会作诗才华出众 但却因父亲名字触犯忌讳而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更不能由此入朝为观 这究竟是何缘由造成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本原因 究竟是孝道还是另有其他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中国政法大学罗冠南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中国古代官制第五集 居官不孝毁虔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北宋神宗悉宁年间 也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期间 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中 曾经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 就是李定·逆姆桑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叫做逆姆桑呢 这得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大家都知道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当中 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非常激烈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 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而司马光书氏代表的保守派 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和攻击 李定呢 他是扬州人 年轻的时候啊 是王安石的学生 靖氏吉地就在地方上做官 后来得到了推荐 来到了京城 当时王安石正在推行轻描法 当时的北宋国库亏空 但是民间高利贷横行 所谓轻描法 就是王安石变法当中 一项非常激进的措施 轻描是指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 农民家里没有余粮 要维持生活 只能去借高利贷 轻描法就是把政府仓库里的粮食 拿出来作为本钱 以20%的利率带给老百姓 这样呢 一方面减少了民间的高利贷 另外一方面也给政府创收了 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一看 这什么呀 这不是政府出面放高利贷吗 成何体统 于是坚决反对 李定到了京城之后 先是见到了当时的建官李长 建官就是负责给皇帝 广开沿路 反映舆情的官员 李长就问他说 李定啊 你是从南方基层来的 你们那儿的人觉得轻描法到底怎么样啊 李定说 很好啊 百姓们都觉得这个政策很好啊 有了这个政策以后 就不用出去借高利贷了 李长就嘱咐他说 说现在朝廷上啊 为了这个轻描法 争论特别大 你呢 刚来不了解情况 千万不要乱说话 李定回去之后 就仔细揣摩了李长的意思 而且了解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去见到了他的老师 王安石 他跟王安石说 我是刚来京城 不太了解情况 但是关于轻描法呢 我要实话实说 然后就表达了自己 对轻描法的支持 王安石听了以后大喜 好不容易找到了 一个轻描法的支持者 以前又是自己学生 立刻向皇帝推荐 这得重用 西宁三年的四月 宋神宗和王安石 要任命李定为 全监察御史李刑 监察御史呢 就是监察官 负责监察百官 巡视俊县 纠正冤狱 他的权力非常大 因为他遇到了 违法犯罪的行为 或者是不称职的官员 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 权呢 就是代理的历史 理刑 不是正职 但是之前的李定呢 官职是 木职周县官 才是从八品 官品也低 资礼也浅 这一下子呀 被提拔到 权监察御史 理刑的职位上 关键 他还是变法的 坚决支持者 立刻就激起了 保守派的反对 而且呢 这次提拔 也有点不太符合 当时通行的规定 当时一般的规定是 补台官 就是御史台 当时的中央监察机构的官职 需要做过通判 没有做过通判的 就对皇帝特别批示 通判就类似于 我们今天的特派员 负责对州府的长官 进行监察 李定啊 他在资质 条件 年纪 各方面 都不是特别符合要求 所以宋神宗 前后撤换了 三位强烈反对的官员 才强行完成了 对李定的任命 李定因为拥护改革 受到王安石 和宋神宗的赏识 从而被破格提拔为 全监察御史理刑 按说 皇帝要提拔一名官员 大臣们哪敢多说半个步子 但是此事在保守派看来 并非简单的官员升职 而是代表着改革派 势力的强大 所以他们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 要将李定弹劾 那么这位 从地方上过来的李定 究竟有什么把柄 被人抓住 保守派又是如何逼迫他 离开京城的呢 本来保守派 就不满意这个任命 虽然宋神宗顶住了压力 保守派也憋着劲 要找李定的查 还真让他们给找着了 这就是李定 逆母桑 在中国古代 根据李的规定 只要知道五福以内的 亲属死亡的 必须立刻举哀哭泣 如果知道了消息 故意隐匿的 就叫做逆丧 或者是闻丧不举 这在中国古代 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尤其是隐匿父母丧 唐律书役直治律当中 就有这样的规定 诸闻父母若夫之丧 逆不举哀者 留两千里 你看要留两千里 非常严重的惩罚了 如果是对其他的金属 闻丧不举 处罚呢会稍微轻一点 根据亲等的 由近几远 处罚就由重到轻 而官员如果遇到了 父母去世 是要立刻辞官 回家定优的 不然就是不孝 而且根据仪礼的规定 子女要为父母 服三年丧 实际上是27个月 在这个期间 是不能正常工作和学习的 要到父母坟旁 搭个小棚子 开荒种地 出擦淡饭 不能从事任何娱乐活动 所以呢 不仅不能继续担任官职 也不能谋求仕途 如果在为父母服桑期间 去参加了科举考试 或者是吏部的全选 就叫做 居父母桑求是 这也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说回李定 当时的御史陈建 实名举报李定 说李定在禁县做官的时候 他的生母求是死了 李定是庶出 他的母亲是小妾 所以按照李的规定呢 他应该喊父亲的正妻为母亲 但即使是这样 亲生母亲去世 也是要扶桑的 但是李定 密不为福 就是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定曾经打过报告 说自己的父亲年纪大了 需要人照顾 要求回老家 给父亲养老 但是没说 是为自己的母亲奔丧 李定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因为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不知道自己到底 是不是求是所生 所以怕扶桑扶错了 当时我也要求回家了 但是我就说 要回家照顾父亲 没敢说 是为母亲扶桑的事 根据路由的老学安笔记记载 李定的母亲 之前嫁过人 也生过孩子 后来给李定的父亲做妾 生了李定 之后又跟李定的父亲 离了婚又嫁给了别人 在我们今天看 那个时候没有亲子鉴定 而且确实有点乱 所以李定对自己的身世 有疑问 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在当时 说不知道自己的母亲 到底是谁 怕扶伤扶错了 这样的辩解 恐怕难以使保守派满意 于是李定被迫离开了 全监察玉石礼刑的职位 但是在王安石的支持下 又改任了重振殿说书 就是为皇帝来讲解 儒家经典的官知 但是保守派不依不饶 西宁四年的真月 崇文院教书范玉 前后七次弹劾李定 不服母丧 他在咒责中写得非常严重 说这个用李定就是 至不孝之人在天子左右 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 他说 今王安石不信定之诚信 而独信其妄疑 不畏智其母 而直为辩其非母 不正其恶 而反畏之善 尚无天心下色公义 朝廷虽可获 李定之心安可其 就是你王安石 不相信李定诚信的地方 相信他自己都怀疑的事情 不质问他 求是是他的母亲 就替他辩解说 不是他母亲 不改正这种恶行 还说是善 你对上违背天理 对下堵塞舆论 就算是朝廷可以被迷惑 李定的本心还能瞒得了吗 就指责王安石 袒护李定 欺上瞒下 混淆是听 虽然有王安石和宋神中的支持 但是面对这样没完没了的弹劾 李定自己要求离职 说到境外去做官 好暂时避一避 这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关键是 当时还出了个有名的官员大孝子 朱寿昌 他器官寻母 成功入围了二十次孝人选 成为当年感动大宋的明星官员 朱寿昌 是江苏天长人 据说他七岁的时候 他的生母刘氏 也是小妾 因为受到正妻的妒忌 就被休了 然后嫁给了别人 母子两个人已经有五十多年 没有见面了 朱寿昌一生都做官 仕途顺利 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朱寿昌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要辞去官职 告别家人 去找他的亲生母亲 而且发誓 说找不着就不回来了 大家想啊 当时通信也不发达 交通也不方便 而且母子俩 已经五十多年都没有见面了 朱寿昌是跋山涉水 费尽周折 最后真的让他在同州给找着了 这个时候 他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朱寿昌寻母的事情啊 被上纵了朝廷 因为要对他的这个笑形进行表彰啊 这个事情迅速震动了朝野 司马光 书氏 这些保守派的官员 纷纷开始写文章作诗 表彰他的笑形 所以相行之下呢 因为宁母桑被弹劾的理定 就无作针毡了 而且光写文章作诗 还嫌不够 保守派还上书建议宿神中说 要给朱寿昌受经官 让他到京城去做官 保守派在这其中啊 是有自己的政治打算的 如果朱寿昌到了京城去做官 那么改革派的理定 不就更难看了吗 王安石这边推行变法 需要理定这样的坚定分子支持 所以王安石呢 就坚决反对给朱寿昌受经官 而宋神中一边是他的变法事业 一边是舆论左右为难 最后还是朱寿昌自己说 申请要去做和中同盘 因为距离同州比较近 方便照顾自己几个 同母异父的弟妹 最后这些保守派的士大夫们 就集结了三册 送朱寿昌诗表彰他的笑形 由书氏主动作序 但是理定逆桑的事情还没完 到了元幼元年 都已经换了皇帝 换了年号了 这事还被拿出来说 当时的左思界王安石 尚书批判理定逆母桑 说理定的行为 天下无不赠其恶 大逆不孝 天理之所不容 人伦之所共弃 更认定理定 情寿不如 因为情独皆知有所生 而理定因必持母福 最不认母 曾情独之不弱 情寿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 而理定为了不服丧 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 所以连情寿都不如 要求对他 萧取官职 不服母桑 是天下明知 陛下之好恶 好让天下知道 陛下您是站在哪一边的 而且 在弹劾理定的时候 王严守又开始说 轻描法有什么弊端 弹劾理定 还是有政治目的在其中的 这个时候 变法已经失败了 理定当时任青州的支州 因为这个事情 就被贬官除州 在第二年死去 对理定逆母桑的反复弹劾 实际上是对王严守骗法 特别是对轻描法的攻击 所以理定逆母桑事件 看似是对孝道的维护 但是实质上 是因为出现了特殊时期 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保守派对理定 秘母桑事件大作文章 穷追猛打 导致他的前途和命运 受到毁灭性打击 可以说 理定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纵观中国历史 统治者推行以孝治天下 为了让官员恪守孝道 而制定出许多特别的制度 这其中除了丁优守治 还有哪些规定呢 唐朝诗人李赫 才华横溢 但却因为特殊的规定 导致他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这又是为什么呢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中国政法大学罗冠南 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中国古代官制第五集 居官不孝 毁前程 除了逆父母丧 根据儒家思想当中孝的要求 中国古代 还有伪清之官的规定 所谓伪清之官 是指家里头 有年老的 或者生病的 无人照顾的祖父母父母 而自己外出做官 在儒家看来 养老是孝道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为人子孙者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以孝养父祖 为第一要务 如果连自己的父母祖辈 都不能奉养尽孝 又怎么指望你能为国家尽忠呢 唐律书役 执之力当中规定 祖父母父母 老吉无四 伪清之官 徒一年 并免所居官 所谓老吉 是指年龄八十岁以上 或者是有重病 需要照顾 但是家里无人饲养 当然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况 就是当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 唐律书役当中就说 有财业拙然 要借屈使者 另待官司 不拘此律 有特别厉害的才能 国家要用它 需要它任职 那么就不拘泥于这一规定了 李密著名的陈情表 就和这个情形有关 李密原来是蜀汉后主 刘善的郎官 后来司马昭灭属 李密就成为王国之臣 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 称靖武帝 在登基之后 采取怀柔政策 就笼络前朝旧臣 而且指出自己 以孝之天下 李密正因为孝 而名声在外 就被征召为太子贤马 就是辅佐太子 教太子处理工作 为人处事的一个官职 但是李密啊 他不想去 他在皇帝多次的任命和催促下 就写出了一篇著名的陈情表 他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开始写 六个月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四岁的时候 母亲改嫁了 自己啊 全靠和祖母相依为命 所以祖母把自己养大 有大恩 自己就得给祖母养老送终 还希望陛下 能够允许我完成这点小小的心愿 那么我活着呢 他当然要以生命来报效朝廷 就算死了 也要揭草闲环 来报答陛下的恩情 李密的这篇陈情表 言辞恳切 真情流露 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 书情文的代表作 说是读诸葛亮初诗表 不流泪者不忠 读李密陈情表 不流泪者不孝 据说晋武帝看了词表之后 也非常受感动 专门赐给李密两个仆人 让李密去照顾祖母 并且吩咐地方 按时给他的祖母供养 李密是前朝旧臣 朝廷要重用李密呢 是有怀柔拉拢的意思 而李密呢 对于此时的重用 不能不说是心怀顾虑 想要推脱 但是面对皇帝 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 也得给皇帝面子吧 所以李密就说 自己啊 要奉养祖母 要先敬孝 后敬忠 而敬呢 本来就说自己是 以孝治天下 这样不但符合了孝道的要求 和伟亲之官的规定 让晋武帝是无话可说 还成就了文言文史上的 一篇佳作 另外 中国古代 还有茂荣居官的规定 所谓茂荣居官 就是担任的官职啊 不能和自己的父亲 祖辈的名字 犯忌讳 中国古代 就有避讳的传统 如果是君主和尊长的名字 那就不能直接说 不能直接写 来表示尊重 明太祖朱元璋 做了皇帝之后 他的姓朱 就不能说了 那么老百姓们天天吃的猪肉 怎么叫呢 就得叫智 或者是史 大明律当中明确规定 凡尚书 若奏事物犯玉名 及庙会者 账八十 于文书物犯者 吃四十 若为名字触犯者 账一百 其所犯玉名及庙会 声音相似 字样个别 即有二字 只犯一字者 皆不作罪 就是如果尚书不小心 犯了避讳 要打八十大版 其他文书犯了呢 就是吃四十 吃笔账要轻一点 要是触犯了皇室人员的姓名 就是一百大版 但如果是同音异形字 或者是两个字当中 只犯了一个 就不治罪 关于避讳的具体要求 古代的法律 及典籍中 都有明确的规定 然而由于社会环境 政治斗争等 种种复杂原因 避讳制度 也会遭到滥用 成为攻击政敌 扼杀人才的工具 唐代著名诗人李赫 就被迫成为了牺牲品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赫 十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因为写诗 名声在外了 结果先是遇到了父亲去世 他要守校三年 不能居父母丧求是 好不容易三年之后 他到了二十一岁 可以去考试了 就去参加了河南的府试 成绩优异 年底就到长安去考静试了 但是李赫的父亲 叫李静素 静和静同音 就导致李赫 不能参加静试考试 而当时的科举呢 又是入朝为官的正途 李赫是空有才华 而无法施展 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韩玉 他非常欣赏李赫 就给他打抱不平 专门写了一篇会辩 劝说李赫去参加考试 韩玉在这个文章当中 逻辑特别清楚 他说 现在李赫的父亲 名字叫静素 儿子就不能参加静试科的考试 那要是谁的父亲 名字叫人 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道理说清楚了 他还是不解析 接着从碧会的起源 开始讲 说 圣人先贤 在碧会的问题上 都没有那么严格 现在的人啊 侍奉父母 为人处事 不去学圣人 在碧会父母名字的事情上 却要做得有过之无不及 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这篇文章 还被收入了古文观止 成了经典 但是李赫 还是没有能取得考试资格 奋而离去 他后来经人推荐 通过复应得官 就是继承父亲的官位 做了一个从九品的小官 终身郁郁不得志 二十七岁的时候 就英年早逝 不管是你父母丧 居父母丧求是 还是伪亲之官 貌容居官的规定 都是中国古代 官员选任的限制条件 实际上反映的 都是儒家思想当中 孝的要求 儒家思想强调孝 认为只有在家里孝亲 才能再朝为官 终君 所以 官员必须按照李的要求 在为父母扶桑期间 不能为官 不能求是 家中有无人照顾的老人 就不能外出做官 甚至做官的官名 也不能和长辈的名字 犯忌讳 不然就会受到 法律的严惩 当然 这些情形 有时又和当时的 政治状况 联系在一起 导致不仅仅关乎 礼仪孝道 还常常有 政治目的在其中 比如 李定尼姆桑事件 就成为 变法 政治斗争当中的 一个借口 观众朋友们 到这里 我们本期的法律讲堂 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近代英国的重要奠基人 伊丽莎白一世 三岁时母亲被杀 同父异母的姐姐 玛丽女王 也要置她于死地 她是怎样走出困境 蜕变成为一代 传奇女王的呢 下期节目中 时尾将为您讲述 英伦玫瑰浮沉记 嫡己帝王之女 饱受摧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